好 我們看一下範例七 他說我給你一個直線L 然後呢 跟直線L 外面有個點 1-20 然後第一個題目來求說 A到直線L 距離 這個一看題目感覺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 那就點到直線距離公司就好 對不對 但問題來了 以前可以算的原因是因為 以前是給你們一個 二元一四方程式 那個很簡單 問題是那些題目給我的什麼 參數式 不管他給我的是對增比例實在參數式 都沒有辦法用直線的方法算 對不對 所以是說他給我的直線L 然後上面再點 好 現在問題來了 怎麼求 求這張距離 因為我們講說點到直線L 距離實在幹嘛 好 所以怎麼辦呢 接下來 第一個 如果題目是在直線L 是在立體空間裡面的話 你的第一個動作是要把它先換成什麼東西 先換成這個 參數式 好 他的規則要記下來 先換成參數式 然後呢 再求這個距離 答案出來 好 什麼意思呢 等到我們把新畫換成參數式 x 是不是等於這個 -1加2t y 等於3-t z 是不是等於這個 2t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這條直線上面的每個點都可以用它帶 聽懂我的意思嗎 直線L上面的每個點啊 都可以用這個-1加2t 3-t 跟2t 帶 那請問你 A點到L 比如假設這個點好了 假設這個點就是什麼 -1加2t 還有這個 3-t 還有2t 然後上面這個點固定的是1-2t 那請問你 點跟點之間距離公式是多少 3-t 帶公司進去算就穿出來了 好 那問題來了 因為這是個動點 所以答案的照理說會有無限多個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以藉由配方法幹嘛 找出最短距離對不對 那因為最短距離其實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點到直線距離 所以方法就很簡單了 聽懂講意思嗎 再講一遍喔 先換成參數式 換參數式的目的是幹嘛 把位置數從3個變1個 然後變1個之後呢 因為動點跟這個定點的這些距離 就是我的什麼 就是點到直線的這些距離嘛 那答案算輸啊 所以答案怎麼算呢 算輸 我們假設這個點是 1點好了 所以 ab 的距離多少 ab 的距離 就等於根號 他成他對不對 所以變成了 2加2t 括號比方 加上-2幾乎他 所以就變成了-5加t 括號比方 加上-0幾乎他 就變成了2t 括號比方 這樣懂嗎 會啦 那接下來把它展開 做配方的動作 所以我把它寫給你 等於根號 這開始快點 展開之後的結果應該是等於9t平方 加上-0幾乎18t 加上-29 好 然後呢 再做配方法動作 就等於根號 9 t-1的平方 不好意思 t-1的平方 然後呢 加20 好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當 t等於1的時候 ab有什麼東西 有 因為這個是開口往上 對不對 90正的開口往上 所以ab有什麼 最小值 所以 最小值就合理了 因為最小值是誰 點到直線的最小值 就是這個距離 也就是點到直線距離 所以最小值高 根號 t-1 對不對 根號多少 20 因為等於1變0了 好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等到20 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 t等於1的話 代表這個點不少出來的嗎 這個點其實就是誰 就是你的垂直點 也就是你的同音點 聽懂我的故鄉的意思嗎 或者這樣算也可以算出來 所以 t等於1帶進去 代表我們 所以 多少 x等於1 y等於2 z等於2 所以你的1 2 2 就是你的什麼 垂直 所以垂直 垂直就是1 2 2 不好意思 太醜了 你垂直坐標就是1 2 2 可以了 好 1 2 2 好 再來 更難的地方是第三個 他說 那包含了A點 跟這個直線L的這個平面方程式是多少 好 這個我是會教你一下 來記一下 一個點跟一個直線可決一個平面 可以喔 為什麼 因為同時包含一個點跟一個平面的啊 講錯了 同時包含一個點跟一個直線的啊 剛好只會一個平面而已 所以 也就是說 我們之前學過一件事情嘛 記不記得 那個很早之前 應該是上學期吧 我們教到一件事情呢 請問你 幾個點可以決定一個平面 幾個點 三個點可以決定一個平面吧 兩個點可以決定一個平面吧 兩個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 三個點可以一個平面對不對 可是現在我如果是跟你 一直線跟一個點的話呢 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一直線的話我可以任意找兩點 然後呢 你把這個點跟這個點連起來 不就變成三個點了嗎 那就決定一個平面了 好 所以現在教你東西剛好教你說 一個點跟一個直線 我如何算出來我的平面方程式 懂我講的意思啦 好 所以怎麼做咧 來做法是這樣子的 記下來好像比較難 第一個 題目給我是什麼 對稱比例式 所以 第三小題的話咧 不好意思 它的解法怎麼起 知道嗎 先換成什麼東西 先換成 兩面式 兩面式 你先把對稱比例式換成兩面式 所以 你記得我們家家二字二字 我一定再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我說 你一定要學會喔 對稱比例式換成這個參數式 對稱比例式換成兩面式 因為考試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要這東西 互換 題目不告訴你 但是你要自己知道 懂嗎 好 所以換成兩面式 怎麼換 來記例的 就三個裡面啊 三個不是相等嗎 就兩個兩個一組 就變兩面式 很簡單 所以變成了 多少 二分之 二分之 跟加一 等於 負一分之 Y-3 負一分之Y-3 然後呢 負一分之Y-3 0 負一分之Yけど 所以轉換之後呢 來吧 畫 дум一下精頗給你們 應該是X加二Y-5等phabet 還有另外這組是 二Y加 z減6等23 把它換出來了 可以啦齁 好 那換出來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來 第一個 我要問一個問題是 因為他說同時包含 A 跟 L 的平面方程式 那每季畢竟我們之前講過一件事情 其實不是你講過啦 是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求平面方程式我要知道幾件事情 兩件吧 法向量跟這個什麼 點 點呢我已經有了 為什麼 因為 A 點跟這個平面方程式裡面 所以點對我也不難 難是難在法向量 那這個題目呢不好意思 你也沒有辦法直接把法向量算出來 但是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請問你 這個兩面式啊 這兩個平面有沒有 有沒有 可能是這個平面方程式的形狀部分 是吧 所以把它記下來很重要喔 這個來 所以包含 記下來這個很重要很難喔 比較難想到啊 包含那個 A 點跟直線 L 的平面呢 平面方程式 應該是以這個 以這兩個解 當成它的那個平面組 平面組的意思是說 都有可能性 所以它應該是 X加2Y-5 加上 K 倍的 2Y加 Z 減5等於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來 呃 我們可能要用 看一下喔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這邊 譬如說 這條是一個直線對不對 那請問你 通過這條直線的平面 或幾條 欸 或幾個 幾個平面 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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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有無限多個對不對 可是不管哪一個的話 他們的共同解釋 應該都是這樣 這樣直線 對不對 那只是什麼東西 它的那個 係數不一樣而已 好 所以呢我們大會 這個題目來看 不好意思 我們兩個題目來看 代表這個平面方程式啊 我可以這樣假設嗎 因為這個平面啊 欸 假如說 這條直線有沒有 我把它乘上 就是這樣的共同的解釋 我把其中的乘上 K倍之後 是不是就可能 成為這個平面方程式的解釋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好 接下來怎麼辦 因為既然通過了A點 我只要把A帶去 就會解除我的K了 聽懂嗎 所以把A帶入 那A是誰 A是1-20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1-20 帶入這個方程式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假設 所以 1-20 帶入 帶入這個直線方程式 欸 這平面方程式 好 再繼續算 所以答案算出來了 答案就 1-4-5 加上K倍的 2-2-5 等於0 所以你K算出來 K就應該等於 5分之 負8吧 5分之負4嗎 是嗎 怪怪的 1-4-5 這也是負4 這寫錯 2Y加Z-6 我寫錯 2Y加Z-6 才對 2Y 這改錯了 我寫錯了 應該是這裡帶1-2才對 所以應該是這裡 不好意思 這應該是負4 Z的話是0-6 所以應該答案 不好意思 應該是負10分之負8 所以應該是5分之負8 10分之負8 所以等於5分之負4才對 5分之負4才對 5分之負4才對 所以你方文字求出來 所以方文字求出來 答案應該等於 把它乘上5分之負4 所以乘5倍 重新整理一下 答案出版 把它乘5倍 就會發解 所以答案呢 寫給你們 答案就等於 5X 加2Y 減4L 減1 等於0 因為你K 結束完了 乘上5倍 重新發解就可以了 會啦 後來我就不講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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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